没问题 洛峰说道 上官菲和上官水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居然分别在洛峰脸上亲了一口 刚刚在古池店那边的奖励 上官菲笑颜如花地说道 洛峰冷了一下 什么情况 那个女店员身材真的很不错 找你交微信了吧 上官菲询问 洛峰故作茫然 我没有注意 当时在和陈大力说工作的事情 不愧是洛峰 这样的回答 真的太漂亮了 别说什么拒绝美女搭讪 我连美女搭讪 我这个事情都忘记了 你能说不高吗 这么好的身材 你真忘记了她搭讪过你 上官菲儿才不相信 毕竟那个女孩子 身材真的很极片 我真的没印象 毕竟店员独女的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 洛峰依旧装傻 哼 上官菲儿娇哼 明天见 好的 明天见 洛峰挥了挥手 其实 若不是他们在车里的时候 去了后排 洛峰肯定带到一个 就是缠稳的 毕竟上次在给他们买的 大瓶层里 就分别缠稳过 所以 再来一次有什么 但是今天一直没有 那种静谧的环境 不可能人家两个在车后排 洛峰还停下车 挤到后面去 然后强稳吧 差不多10点20左右 洛峰这才回到 经济大学的302寝室里 刚刚进来 就听到李虎在说话 卧槽 我技能一套 这么高的伤害 居然没抢到人头 对方伤害算太准了 没办法 现在的峡谷 那可不是推水晶游戏 在匹配来说 那就是抢人头游戏 但凡你抢人头慢了 你起飞的速度 就要慢很多 张龙说道 我也没抢到啊 王贵复义 这个剑圣 真TM人头狗 一直卡平A抢人头 果然 怪不得玩匹配呢 原来是李虎带着两个坑在玩 对了 说到抢人头 你们抢到那个没有 我没有 我也没有 真是离谱啊 1700万的预约量 只有3万的名额 风哥回来了 卧槽 风哥居然回来了 洛峰科说了一声 开口说道 什么叫我居然回来了 我不能回来 还是不应该回来 当然呢 我们还等着风哥带我们聊妹呢 李虎笑呵呵的说道 滚滚滚 我是那种人吗 我可是好男人 洛峰说道 王贵开始打去李虎 风哥 李虎这个人 最近可真的浪得飞起 啊 什么情况 洛峰好奇 李虎自己说了出来 我最近发现 蜀城北边有一个未孝 我最近在那边摆摊呢 洛峰叹气道 李神士 你最终活成了你最讨厌的样子 李虎之前购买了一辆奔驰C 虽然在洛峰眼里 奔驰C是最入门级别的车 但是在普通大学生眼里 就非常牛逼了好吗 因为实际上 整个国内汽车市场 30万以上的豪车 也就占比10%左右 而且还是最近几年涨上去的 更别说大学生 大学生有车的 1%都不到吧 真的别认为30万不多 其实拿得出来的很少 李虎说道 主要是我放平了心态 跟着风哥学习 当一个好男人 也挺快乐了 我是真好男人 谢谢 洛峰吐槽道 王贵笑了出来 不愧是风哥 张龙佩服的点头 风哥厉害 主打一个抗拒从严 回家过年 对了 你们刚刚说什么 3万的名额 洛峰询问 抢石墨西版本手机呗 若是抢到一个 那就发财了 张龙兴趣勃勃地说道 哦 国内发布了 洛峰询问 今天下午发布的 国内手机比海外便宜一些 1万9一个 发布前 咸鱼上 就已经炒了几倍的价格上去 你说 只要抢到一个 不就是赚翻了吗 张龙说道 可惜了 就是没抢到 王贵叹息道 李虎道 我抢一个 也打算卖掉 洛峰吐槽 李虎 你也差那几万块钱 当然差呀 李虎说道 最近去卫校那边次数太多了 花钱如流水 这些个女人 一边她躺着 一边还思考着 如何让我多花钱呢 全都是算计 但是我乐意 洛峰只能说 越是分数不高的学校 其实那些女生越浪 这不是贬低谁 因为分数不高的学校 男人也约混 但要说最浪 还属艺术大学 毕竟颜值都高 男人帅得基本扎 女人漂亮的基本浪 这是肯定的 因为他们本身就有相貌资本 导致了他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为什么有钱人家的孩子 大多数败家 没办法 有资本呗 洛峰叹息了起来 虽然我无言以对 但还是要说一句 注意安全啊 对了 一千多万人预约 需要资格吗 洛峰扯开话题 当然需要资格 要以前是华为手机的用户才行 张龙说道 王贵说道 其实也不是什么抢购 就是提前预约 然后你会获得一个号码 最后华为公司 随机抽取这些号码 李虎在一边吐槽道 我用的苹果手机 为了有资格 直接去天猫上 买了一个华为手机的 RMEI号码注册 这个是手机续号 每一个手机都拥有一个序列号 等同于手机的身份证 风哥 石墨西版本 这样的好东西 你不想办法搞一个 李虎开口说道 我还需要抢吗 洛峰顾做爆发妇的样子 我当然是直接闲鱼 去购买 不就好了吗 不愧是你 没毛病 李虎竖起来大拇指 张龙说道 的确毛毛病 王贵感叹 有钱真好 我要努力学习 让我的儿子 成为你这样的人 洛峰吐槽道 求求你了 这个梗 可以过去了 洛峰继续说道 对了 王贵 你之前不是一直惦记 隔壁班那个沐清雪 进展如何了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跪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沐清雪 洛峰记得 那个妹子 是当初的军训女神 虽然八十多分的颜值 但是纯洁七十六分 一个拿到四杀的妹子 有点猛 这个大块头 又变星了 张龙吐槽了起来 其实大家都知道 王贵不会成功 啊 变星了 洛峰看向王贵 隔壁班的一个女生 看起来有点小乖 性格还好 个子一米六不到 张龙八卦地说了起来 卧槽 洛峰吐槽了起来 一米六不到 你就真不怕压坏了人家 哈哈 哈哈 瞬间寝室几个人 就失笑了起来 一米六不到 如果瘦弱一点 几乎八十斤左右吧 所以 几乎二百斤的王贵 真的是太山压顶了 还好他年纪不大 不然就是一朵梨花压海棠了 洛峰没有和他们闲聊太多 开始躺在床位上 休息看手机 首先看了一下橡胶供应商大战的事情 之后打开了白鹿的对话框 洛峰 我回学校来了 明天七点钟 新食堂那边一起吃早餐 有点事情和你说 女生宿舍的白鹿 正在处理小动物救援基金会的事情 他收到了洛峰发的消息 看着洛峰主动邀请自己吃早餐 白鹿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他就是如此容易满足 哪怕是和洛峰一起吃早餐 他也能偷偷开心 毕竟白鹿最大的奢望 也仅仅是看着洛峰就好 所以 处理洛峰提出来的 动物基金会救援的事情上 白鹿真的很认真 洛峰 白鹿同学 晚安 白鹿 嗯嗯 早点休息 白鹿回复了消息后 拿起来手机放在胸口 等待了一会儿 确定洛峰没有回复消息后 这才放下手机 继续处理基金会的事情 目前基金会发展很快 已经来到了一千人左右 虽然一千个人 但是每个学校 都会有负责人 整体框架还没有搭建完成 工作流程 规章制度 也需要慢慢磨合和试验 所以 白鹿这段时间的工作 稍微有点多 虽然白鹿很累 又要学习 但是他依旧坚持着 不仅仅是因为 白鹿偷偷喜欢洛峰 他愿意为洛峰付出 还有救世 这些又苦又累的事情 可以锻炼他的工作能力 白鹿也慢慢发现 自己现在变化了 当初从大山里出来的 丑小鸭 懵懵懂懂的 在繁华世界里 跌跌撞撞 看到一些新鲜事物就自卑 连最基本的社交能力都没有 只知道努力学习 但是学习的效率比较低 分数高 也只是奔努力而获得的 后来 通过在白衣超市的学习 白鹿发现自己 慢慢走出了内心的封闭 变得开始开朗 喜欢和周围的人社交 现在的白鹿 蜕变成为了善于学习 善于总结 善于实践 把一个事情从屋做到有 白鹿喜欢这样的自己 也喜欢一直鼓励他 一直给他帮助的洛峰 如果可以 白鹿想到了上官水和上官芬 他们个子很高 而且很漂亮 身材也饱满 暗暗叹息了起来 好像没有如果了 洛峰这边 刚洗漱完毕 再次躺在床位上 又收到了西班牙公主 莱昂诺尔发来的邮件 你好 洛 很开心 又到了星期天 我已经期待了七天了 现在是吃饭之前 我偷偷用一点时间 给你发邮件 最近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都在学习 很忙 因为我 加入了大夏与小组兴趣班 我最近在看你们大夏的电视剧 我认识了和珅大人 还有纪晓兰大人 还有一个国王陛下 不过一周只能看一集 对了 我偷听到妈妈和爸爸谈话 说你们再和樱花竞争 祝福你可以获胜 加油 你的朋友 朗莫尔 这个小公主 这次连开头都没有用外语了 全都是大夏文字 不过对方还是用错了一个词汇 那就是国王陛下 在大夏这边 那是皇帝 根本没有国王这么一说 洛峰开始编辑回复对方 晚上好 来昂诺尔 因为时差的关系 我们这边已经是凌晨了 但我希望你下次使用电脑 应该征求一下你妈妈的同意 我在大夏很好 我们和樱花一直存在竞争 但都是良好的商业竞争 我这边最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弄了一个收容小动物的基金会 我下周会前往收容所 亲自拍摄一下照片和视频 分享给你 期待我们下一周的邮件 你的朋友 洛峰 洛峰回复后 对方肯定不能及时回复 洛峰也放下手机 开始入睡 早上6点50分左右 洛峰抵达了新食堂门口 白鹿也假装刚刚抵达一样的走了过来 早上好 白鹿 洛峰主动打招呼 早上好 洛峰同学 白鹿说道 再一次看见洛峰 白鹿正在暗暗开心 洛峰和白鹿依旧选择了角落的位置 虽然现在白鹿不在 是当初那个自卑的小女孩 但两个人依旧保持当初的默契 在吃早餐的时候 白鹿一边吃东西 一边汇报基金会的事情 洛峰耐心听着 他发现白鹿成长很快 白鹿的变化 让洛峰很惊讶 也很欣慰 有一种自己种的花 终于开了的感觉 对了 白鹿 这个周末 我打算去收容所一趟 看看那边的情况 洛峰说道 到时候 你陪我一起过去 听到洛峰让自己陪着一起过去 白鹿再次暗暗开心 因为他又可以和洛峰相处一些时间了吧 但有一个问题 上官水和上官番 不会吃醋吗 白鹿知道他们两个 和洛峰走得很近 对了 我还会叫上上官番 和上官水一起过去 洛峰说道 哦 白鹿表面上假装的回应 好的 但实际上呢 白鹿是有点失落的 毕竟他想要单独和洛峰一起过去 但可惜只是奢望 但白鹿并不觉得委屈 因为这样已经让他很开心了 能看见洛峰就好 今天上午是宏观经济学 下课之后 洛峰听到系统突然来了提示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任务 请宿主扩大风顺投资公司的规模 还有学术底蕴 从而推动系统升级 洛峰冷了冷 看见教室门口的唐老师 直接走了上去 唐老师你好 洛峰同学 有什么事情吗 洛峰在学校地位很高 就算是老师 也对洛峰非常尊敬 唐老师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们加一个微信 以后有学术上的问题 也方便给您请教 洛峰客气地说道 唐老师知道洛峰的身份 自然不可能拒绝 双方立马加上了微信 对了 老师 你周末和周六有空吗 洛峰询问 如果学校没有安排 那么应该有 唐老师说道 唐老师 那么你有兴趣担任 经济学顾问吗 洛峰说道 我们家在署城 有一家投资公司 我打算邀请老师 过去当顾问 从而在宏观学方面 帮帮我们 在老师担任顾问期间 每个月有两万元的茶水费 但是有一个要求 必须签订四年合同 您觉得如何呢 洛峰故意说着要求 但其实所谓的要求 简直就是福利 面对洛峰的要求 唐德成开始思考了起来 毕竟在大学里 收入不是很高 一个月两万的茶水费 已经超过了 正常教学收入 看着沉默的唐老师 洛峰继续说道 老师 其实经济学顾问 要做的事情 很简单的 请接着 洛峰就开始说明 唐老师进入公司后 需要做的事情 洛峰接着说道 轻轻松松实现财务自由 比如没有房贷 没有车贷 并且有一定积蓄 众所周知 有积蓄 那么以后 就算是突然没有了工作 也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 洛峰继续利诱了起来 唐德辰最终还是叹息一声 那我就试一试吧 我们先签约三个月 如果不适合 我的意思不是不想做 而是害怕我做不好 以免影响了你们公司 没有问题 洛峰笑着点头 老师下午有课没有 没有的 唐德辰说道 那么下午 我们就过去公司 处理相关的手续 下午时编程课 我没有太大的兴趣听 洛峰说道 嗯嗯 那就下午过去 唐老师点头 洛峰和唐德辰 很快来到了新食堂吃饭 吃了午饭后 就来到了停车场 洛峰老远就解锁了 兰博基尼 Eurus 随后看向了唐德辰 您坐我的车 还是您自己开车呢 唐老师 唐德辰尴尬说道 我没有买车呢 那好吧 请上车 洛峰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 洛峰亲自拉开车门 唐德辰自然坐在了副驾驶上 洛峰启动兰博基尼 低沉有力的引擎声 让唐老师开始感叹起来 不愧是兰博基尼 洛峰立马吐槽了起来 其实这车就是高价低配 价格更低的最新款 Furicum 完全碾压了这款车 唐老师没有说话的意思 不了解的领域 不要去随便瞎说 对了 老师 你会开车吗 要不要试一试 洛峰说道 好 唐老师也没有拿捏老师的架子 他知道洛峰的身份 他一个小老师 有什么架子 可以端地呢 洛峰斜火 然后和对方一起下车 交换好了位置 在副驾驶上 洛峰设置好了导航 只要唐老师跟着导航走就好了 在路上的时候 洛峰开始主动提出来一些话题 没错 就是百岳之地对面的话题 洛峰更是询问唐老师 如何在经济上 针对对方的问题 洛峰发现 唐老师的驾驶技术不错 至少一边开车 一边聊天 不会有手忙脚乱的情况 洛峰一边聊天 也开始在手机上 给一个叫做张良的人发消息 对方是兰博基尼店员 洛峰让对方处理一点私活 半个小时的时间 兰博基尼汽车 停在了国际中心地下车库 洛峰的保时捷911 还有法拉利488 已经在这个车库吃灰很久了 这两个车 都是洛峰喜欢的 但是无奈 双倍快乐 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一切双座跑车 全都 只能丢在垃圾桶里 署城这边 上关水和上关分 总不能丢下谁吧 洛峰带着唐德成 来到丰顺投资公司 他招呼着陈平和佟天龙 以及陈平新叫过来的王帅 然后五个人一起 来到了会议室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位是唐德成 他是 洛峰开始介绍了起来 经过一番介绍 洛峰继续说道 我们针对百月对面的 橡胶供应限制 只是第一步 后续的计划当中 我希望从更多方面针对他们 比如说 他们的支柱产业 电子产业 我希望在电子产业 给他们迎头痛击 洛峰说道 这个计划主要交给唐老师负责 洛峰看向唐德成 唐老师 你有权利招聘数量 不超过二十个人的团队 我希望你尽快拿出一个 有效的计划 对了 老师 我说的有效果 是针对百月对面有效果 哪怕是亏一点钱 也没有问题 洛峰说道 唐老师点头 好的 我会努力的 嗯 你们先讨论一下 我出去透口气 洛峰说完后 就离开了这里 在会议室里 唐老师开始和他们讨论了起来 而洛峰一个人 来到了地下车库 洛峰看到了张良 洛先生 事情弄好了 张良把一个文件袋子 拿给了洛峰 不错 速度很快 洛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张良和笑摸了摸头 洛先生 如果没有其他吩咐 我就回去继续上班了 你回去吧 洛峰摆了摆手 当洛峰回到公司的时候 陈平说道 洛总 我们已经和唐老师签订完毕三个月的合约 唐老师只愿意签订三个月 但是洛总放心 我们会把他拉下水的 洛峰无语地看着陈平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陈平 你稳着点 这可是我的老师 别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洛峰提醒了起来 毕竟拉人才这样的事情 真的不见得 谁就是光彩的 什么大企业 大单位 都需要人才 而拉人才 大部分都是和美女和金钱有关系 要么就是找对方的小辫子 而美人既是古往今来 使用率最高 成功率也最高的 放心 洛总 我有分寸 陈平信誓旦旦地说道 面对陈平的承诺 洛峰表示 有点秃头 这个陈平 可是一个喜悦中心级别选手 不会真的 把唐德辰拉下水吧 洛峰只能期待 唐老师的意志力坚定 欢迎唐老师 加入我们风顺投资 洛峰走向唐老师 伸出了右手 谢谢 唐老师也伸出手握手 对了 老师 为了方便你出行 这是公司给你配的车 在楼下富二层停着的 洛峰把车要是递过去了 唐德辰微微一愣 洛峰笑着说道 原本是让老师周末 或者周六过来 现在给老师配车后 那么如果平时老师 有时间的话 也是可以过来的 放心我们这边加班 当然是有加班费的 洛峰补充说道 继续递车钥匙过去 唐老师最终接过来了车钥匙 这是一辆奥迪 洛峰当然不会给对方 配兰伯基尼 找兰伯基尼的店员 不过是对方 有这方面的资源罢了 唐老师 最近还得麻烦你多多加班 尽快把下一步 针对他们的计划整理出来 洛峰说道 还有就是 您尽快把团队拉起来 针对他们 可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洛峰说道 陈平 你安排后勤人员 去办理一个新车位出来 方便唐老师停车 洛峰安排说道 谢谢你了 洛峰同学 唐老师此刻 竟不知道是称呼洛总 还是洛峰同学 不用客气 那我就先走了 学校那边还有事情 洛峰说道 洛峰离开了公司 查看了一下系统消息 任务状态没有完成 很显然 加入一个唐德辰 根本无法完成任务 洛峰戴上耳机 开始拨打陈平的电话 对了 刚才忘记一个事情 我也忘记一个事情 给洛总说了 陈平说道 哦 什么事情 洛峰询问 洛总 我建议我们扩大一下 公司规模 这次把王帅挖过来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陈平说道 我们公司所拥有的资金 越来越多了 涉及到的领域 也越来越大 已经从单独的美股市场 扩展到各类期货 包括国际贵金属 粮食 能源等等 目前我们公司人员数量 已经严重不足了 陈平说道 你和我倒是想一块去了 我正想要说的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 洛峰说道 必须继续扩大我们的规模 这是肯定的 你去问问国金中心的物业 看看有没有整层出租的房子 我们单独弄过来 如果有两层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洛峰补充了一句 陈平带着兴奋地说道 没问题 我马上去处理 下午三点左右 洛峰驾车回到了经济大学 在露天停车场的时候 拨打了辅导员云山的电话 洛峰同学 你有什么事情吗 云山很尊敬地说道 老师 你在学校里吗 我在办公室呢 好的 稍等一下 我这边马上过来 找你有事情商量 洛峰说道 没问题 那我在办公室等着你 洛峰锁好车 立马前往云山的办公室 之前找过云山好几次 洛峰自然知道 对方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 几分钟之后 洛峰来到了云山的办公室门口 礼帽敲了敲门 对方并没有喊进门 而是亲自来开门 看见洛峰后 笑脸相应地道 洛峰同学 快进来 喝水 还是喝茶呢 洛峰客气说道 纯净水就好了 谢谢老师 不客气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呢 云山询问 洛峰这一次 想要找云山 送给白鹿一份礼物 的确有事情找你 洛峰说道 云山也认真听了起来 毕竟若是请假这样的小事情 洛峰微信上直接就说了 何必亲自找他呢 我想要通过白衣超市 和学校合作 一起完成一个 特定补助计划 特定补助 云山疑惑 特定这样的词汇 一般都有很多限制 主要是针对贫困生发起的 洛峰说道 详细说说 其实不复杂 老师记得白鹿吗 洛峰说道 当然记得 云山肯定点头 就算云山不记得 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的 洛峰和白鹿关系很好 也让白鹿的名气不差吧 白鹿同学来自大山 家庭条件很差 我当初给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 但你知道 名额有限 并且有其他限制 比如说 必须参加学校内部的勤工俭学等等 白鹿当初的条件不满足 云山遗憾地说道 我知道这些规则有点不合理 但是没有办法改变 规则有的时候的确不合理 但是规则 针对的是大局关 所以只能牺牲小我 比如某些规则 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别人骗住学经的 所以有了很多规定 而这样的规定 就让部分人 躺着中枪 洛峰也没有怪罪云山的意思 毕竟一个小小的辅导员 左右不了什么 所以 我才决定 针对贫困生 做了一个补助计划 主要是餐饮的补助 洛峰说道 以白鹿来说 他当初的餐饮很差 营养完全跟不上 但家里实在很困难 洛峰说道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当一个学生一个月的时间里 每天三餐都在食堂吃 并且平均日消费不超过15元 单日最高消费不超过30元 在月底的时候 我们会给这位学生 充值500元的饭卡消费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跪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来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洛同学 我发现两个盲点 云山说道 如果某个学生 第一个月坚持下去了 但是第二个月破坏了规则呢 云山说道 当然不可以 第一个月满足了要求 第二个月依旧是单日 不超过30元 月消费不足700元 从而继续获得500元的饭卡 充值奖励 老师 你应该知道 比如在新食堂的物价 一个月700元以内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并且吃得还不错 当初白露的消费 都是100元以内压制的 第二个问题 有人骗补助怎么办呢 云山询问 也会有举报机制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和学校合作 和学校合作了 举报后 才能在学籍上跟随档案 记过处分 洛峰知道 若是自己单独做 那么就算举报了 自己拿对方有什么办法呢 当然了 洛峰能直接安排车祸 但仅仅是这样的事情 何必如此呢 而且 老师应该知道 这样的人很少 加上监督 骗补助的人就更少了 我们不可能怕骗补助 就不去帮助那些人吧 洛峰说道 有道理 云山赞同地点了点头 就像是放贷款给别人 明知道做这样的事情 肯定会有贷款收不回来 但还是要做 那就是 赚那些能收回来的贷款 的利润 至于老赖 那么只能自认倒霉了呗 只要老赖占比很少 那么利润肯定是有的 就比如这个补助 若是100个人 只是一两个骗补助 帮助的是98个人 那么就不能因为这两个人 而取消了这样的补助计划 而且 充值余额在饭卡里 不是拿现金 这本质上 可以杜绝一大批骗补助的人 就像是和珅说过的 给灾民的饭里加沙子 只有真正的灾民才会去吃 说真的 那些学生多少人拿着补助去挥霍 但是官方能因为这个 而取消补助吗 只要能帮助到真正需要的人 那就足够了 当然 大部分挥霍的学生 本身家里也是穷的 他们满足条件 这个事情 我需要和系主任去说说 然后再和院长沟通 云山说道 没问题 洛峰点头 很快 云山就开始打电话了 仅仅是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当学校领导仔细询问过后 也觉得洛峰的想法很不错 毕竟学校不花钱 这样的好事情 换了任何领导 都会同意的 这个补助4月1号开始执行 然而就在今天 学校官网就发布了补助的通知 当白露看到这样的公告的时候 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给洛峰发一条信息 白露 谢谢你洛峰同学 洛峰 竟当初的你 很显然 白露知道洛峰这样做 应该是看见了当初的自己 避免更多白露这样的孩子 再次营养不良 下午5点钟 洛峰终于想起来了 石墨烯电池手机 然后去了顺丰快递柜 把东西取出 鼠城这边 洛峰让邮寄过来的 仅仅是8台 洛峰自己一台 白露一台 白露的妈妈一个 上官姐妹两个 还有他们父母 还有他们奶奶 白露的妈妈已经回去了白云村 去当了支教老师 洛峰很佩服她 毕竟来了一次繁华世界的她 还能再次去那个被繁华世界遗忘的山村 真的很不容易 毕竟洛峰给她安排了在城市里相对轻松和美好的生活 但她还是依然回去了 难道不值得人佩服吗 白露同学 你在哪里 洛峰发消息询问 在三号教学楼 103教室 白露发消息到 正在上程序设计应用 洛峰 这一节课的意义非常小 白露 学一下也是好的 这个白露 如果他不再上课的时候回消息 洛峰表示就相信了 白露 还有几分钟就下课了 请问 还有什么事情吗 洛峰 我赶过来了 当洛峰走到三号教学楼的时候 上官水 和上官帆发消息来了 我们过来了 你在哪里呢 上官帆 在三个人的群里发消息了 上官水 我们在你们学校的露天停车场等着你 洛峰 等一会儿 我现在找白露 有点事情处理 你们可以在停车场等待一会儿 上官帆 好的 上官水 没问题 在停车场 上官帆询问 姐姐 你说他找白露做什么呢 应该是动物援助基金会的事情吧 上官水说道 上官帆点头 应该是 我觉得白露不会和我们争吧 上官水道 我也觉得如此 上官帆说道 两姐妹互相看了一眼 才一口同声地说道 我们的对手 在其他地方 说完之后 两姐妹一起笑了起来 在三号教学楼 洛峰走过来的时候 刚好下课 不足一分钟的时间 洛峰就看到身材娇小的白露 虽然现在白露生活改善了 但是身高仅仅是一米六左右 还是属于矮的范畴 白露同学 洛峰打招呼 白露的三个寝室好友 也跟着打招呼 但很快就离开了 白露不好意思地 看着寝室好友离开 然后说道 洛峰同学 有什么事情吗 洛峰抬起手 把一个白色盒子递给对方 送给你的礼物 你看看 卧槽 看见了吗 那是石墨西版本的B40手机 不愧是洛峰啊 居然送白露这么好的礼物 生活大佬 果然牛逼 1700多万人抢购的手机 很显然 白露的寝室好友没有走远 他们虽然离开了 但是眼神还在关注这边 看到这样的情况 也是惊呼不已 白露也认出来了 嘲嘲呜呜的 想要说点什么 洛峰同学 我 洛峰打断了对方 我们家和华为关系不错 发布会结束 华为就送过来了几台 不愧是大佬 这太贵重了 闲鱼上都卖五万 洛峰再次打断白露 你忙着基金会的事情 你的手机必须随时都开机 并且需要快速充电的功能 这样的手机很适合你 好了 区区一台手机 反正是华为送的 洛峰说道 我会吩咐顾永杰 给你妈妈送过去一台 他那边在大山里 更需要这样的电池 谢谢你 白露低声说道 我先走了 有事情再联系你 洛峰说道 白露看见洛峰离开的背影 有点发呆 这个时候 白露那些室友赶过来了 杨晓慧一脸羡慕地说道 白露 你太幸福了吧 这样的大佬 我表示顶不住 我也是 丁田田复义说道 我表示天天跪下我都愿意 可惜 好像你当备胎的资本都没有 这谁顶得住啊 快快快 我们回去请示 借你的手机 我拍个照 又在朋友圈 气死那些狗仔 杨晓慧继续说道 另外一边 停车场里 上官方和上官水 正在洛峰的兰博金尼 Euras边上等待洛峰 看着两个大美女在这里站着 路过的男生 完全没有搭讪的意思 因为他们都认识上官水 和上官方 毕竟这样的好看的双胞胎 身材也好 也漂亮 那不是一眼就能记住的 然而他们更记住的是 这两个大美妞和洛峰走得很近 十二 菲儿 洛峰走了过去 打招呼 你们不是说 今天下课很早吗 我觉得五点钟下课 不算是很早吧 上官菲儿吐槽了起来 本来是四点钟的 但是被老师托客了 姐姐等我 所以现在才过来 不是吧 大学老师还托客的 洛峰笑道 这么敬业的吗 这不是高中和初中才有的特色 大学老师好像下课铃响起 比学生还积极 上官水说道 我们昨天给妈妈说了 去王纪私房菜馆的事情 结果妈妈今天准备了一桌 让我们回家评评 然后比较一下 和王纪私房菜馆的厨艺 那可太好了 我正好有礼物送给丈母娘了 洛峰打句说道 啊 上官水疑惑 哼 上官菲儿则是清亨 一个是疑惑洛峰送什么 一个是清亨洛峰的称呼丈母娘 两姐妹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一口同声地说道 那你选择谁呢 洛峰走了一步向前 双手抚摸两个人的额头 别傻了 小孩子才做这样的选择 你呢 上官菲儿继续询问 我当然是成年人 洛峰坏笑插开话题 对了 我也给你们准备了礼物 洛峰在兰博基尼后备箱 拿出来了手机 这是新款的石墨烯电池版本 洛峰把两个白色的盒子 分别递给了两个人 啊 上官菲儿惊讶 这个手机很很难买到的呀 你 谢谢你洛峰 上官水感激地说道 虽然石墨烯手机很贵 闲鱼上已经五万了 但是千万级别的房子都接受了 并且在大屏层里 被洛峰左用右抱 分别缠稳 现在接受一台手机 有什么呢 对了 我给你妈妈和爸爸 还有奶奶 都准备了一台 洛峰继续说道 上官菲儿好奇地询问 全部是石墨烯版本 当然了 普通的需要我出手吗 洛峰笑道 上官菲儿黑黑笑了起来 爸爸这次惨了 上官水负义 我们爸爸就是华为的粉丝 现在用的也是B10的手机 之前他在朋友圈 转发了很多 关于石墨烯版本的手机消息 现在送他 肯定不会拒绝 所谓惨了 那就是心理防线被突破了 毕竟大男人主义呢 如果当看到自己 很想要获得的东西 这样的主义 还能维持下去 如果我爸爸收下 我觉得搬去南湖公园那边 也就顺理成章了 上官水说道 两个人不愧是 学过心理学的 对于这些东西 表示都很轻松 能知道老爸的心理 差不多六点钟的时间 洛峰驾驶汽车 带着两个美妞 来到了文化街 然后选择了一个临时停车位 洛峰从后备箱里 取出来三个白色的盒子 里面都是手机 上官菲儿和上官水 在路上的时候 一直没有和洛峰说话 都在埋头看手机 并且开始转移APP 和一些相册视频资源 在新手机上 他们同样抵挡不了 石墨烯电池的魅力 石墨烯电池 不仅仅是快速充电 而且有超级大的电池容量 就普通版本的 华为B40为例子 普通的只是4500毫安时 但是石墨烯的 有7200毫安时 再加上石墨烯电池内组 很小 放电效率自然就高 从而续航能力超强 虽然只有7200毫安时 但是在续航上 几乎达到了普通版本的 两倍还要多 本身B40就是超强续航了 两倍的情况下 那就太强大了 再加上充电速度 谁不希望有这样的手机呢 毕竟现在 手机功能越来越多 耗电量也越来越大 手机续航能力 真的太重要了 妈妈 开门 我们回来了 上官菲儿 站在门口呼唤了起来 来了 来了 刘珊珊的声音 从屋子里传出来 咔哒一声 老师房道门被打开 刘珊珊看了一眼 两个年轻亭亭玉力的女儿 然后看了看洛峰 招呼道 洛峰来了 快进来坐 洛峰客气地说道 阿姨 这是给你带的新手机 洛峰一边把递过去 手机盒子 一边说道 对了 这是石墨烯版本的 您应该知道 上过热搜 我们家和华为 有业务往来 所以 华为送了几台给我们 刘珊珊当然看过热搜 现在的年代 因为有互联网存在 什么热闹事情 对于有智能手机的人来说 只能一句话形容 天下和人不识君 可谓比当初 捉拿朝廷侵犯的榜文 还要有传播力 洛峰 你这也太客气了 这样的手机 为什么不给你爸妈留着呢 刘珊珊客气地道 放心阿姨 他们已经有了 洛峰说道 洛峰走进房子 依旧看见了他们奶奶 打招呼道 奶奶 今天没有看还西游记呢 刚刚看了 孙猴子被唐僧差点念咒弄死了 太造念了 奶奶说道 奶奶 我看你平时也会用手机 这是别人送给我的 我借花 献佛送给你 洛峰说道 上官水走过来道 奶奶 他给我们家每个人都准备了 你不用拒绝的 洛峰说道 是的 奶奶 我来教你如何 用这样的智能手机 上官芬 主动拆开外包装 开始耐心地交代奶奶使用手机 洛峰看着上官芬 如此有耐心 心里默默称赞 对于老人的很多细节 其实就能看出来很多东西 上官华那边 其实正在往家里赶 当他看见洛峰的兰博基尼的时候 也猜测 洛峰是不是过来了 毕竟文化街这边 如此豪车 若是没有洛峰 几乎很难看见的 几分钟后 上官华来到家里 便看见门口的鞋子 很显然是洛峰过来了 他暗暗考虑 岳父见女婿 应该用什么态度好呢 俗话说 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顺眼 但是岳父看女婿 是不是应该挑剔一点呢 比如说 询问一下洛峰家里的情况 和洛峰拼酒 最好是把洛峰灌醉 然后酒后吐真言 所谓酒品看人品 如果酒品好的话 那么人品不会差 上官华心里乱七八糟地想着 上官水儿走了过来 老爸 你回来了 上官菲儿手里拿着石墨烯手机 献宝一样地抵给老爸 看看这是什么 上官华看了看手机 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呼吸重了一些 洛峰送给你的 上官菲儿说道 啊 上官华愣住了 这该如何是好啊 洛峰送这么好的东西 他这个岳父 还应该挑刺吗 上官华觉得自己修为不够 一不小心 就中了如此糖衣炮弹 上官华拿着石墨烯版本的 华为手机 一时间有点发冷 他是华为手机的粉丝 很喜欢华为 甚至于把石墨烯版本的参数 倒背如流 但是他知道 抢购是抢不到的 闲于上购买 也是买不起的 然而 现在梦寐以求的手机 居然摆在面前了 像是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这个手机很贵的 虽然我和你喜欢 但是你们不能要这么昂贵的礼物它 上官华说到一半的时候 上官菲尔打断了他 他送了我们家五个手机 爸爸妈妈和奶奶 还有我们 全部都有 五个 上官华换好了拖鞋 压低声音 询问刘珊珊 嗯嗯 既然喜欢你就收下吧 刘珊珊说到 他送给我们女儿的房子 也是千万级别的 呃 上官华很无语 他突然觉得 自己和洛峰见面会很尴尬 但是还是需要见面的 上官华从玄关走入了客厅 洛峰主动站起身来 伸手道 叔叔好 我叫洛峰 帅儿的男朋友 上官华故作沉稳地点头 并且和洛峰握手 你好 洛峰 我是他们爸爸上官华 上官叔叔好 洛峰问候 对了 手机谢谢你 我是华为粉丝 这个手机可不好买 待会儿我给你转账 上官华作为大男子主义的人 肯定是要一点面子的 洛峰笑着道 叔叔太客气了 我们家和华为有合作关系 我和华为老总也见过面 这些手机都是对方送的 一分钱没花 我父母也有 多出来的不用也浪费 所以叔叔就不要客气了 至于亲切 除开了父母 我觉得最亲的还能亲过这边吗 这话没毛病 除开父母 那就是 丈母娘和岳父最亲好不好 当然 你也要说 你和丈母娘关系不好 和你舅舅什么的二叔 关系更好 那你怎么不说 当初雍正的儿子 还想要害老爸和兄弟 然后和八王也走得很近呢 普遍之下 关系最好的 不是父母 就是岳父岳母了 当然 你得和他们女儿感情好的情况下 若是岳父岳母没有儿子 那么几乎也就把你当做儿子了 差不多七点钟的时候 刘珊珊在厨房里面 招呼了起来 洗洗手 可以开始吃饭了 上官水和上官芬 去厨房开始洗手 然后一起帮忙端菜 上官华正在和洛峰 说一些电池封锁的策略 这一次石墨烯的事情 真的是给国人争气啊 我觉得这东西 只能在大厦出售 我听说二手市场 海外价格已经是十万以上了 洛峰随口说道 应该是假的吧 是真的 上官华肯定地说道 他们肯定是想买回去 研究石墨烯电池 华为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 才不在海外出售的吧 洛峰暗暗一笑 这上官华内信息很多呀 如果通过成品 就可以研究出来什么东西 那还得了啊 那华为就不要发布了 因为一旦发布出去 不管在什么地方发布 人家还弄不到一台手机 很多东西发布 其实发布之前 都会考虑 技术会不会被人模仿的问题 比如某些产品 本身可以改进某些功能的 但是因为害怕技术被模仿 就没有去改进 刘姗姗走过来 打断了侃侃而谈的上官华 招呼道 你们就不要聊了 赶紧去洗手 然后吃饭 上官华和洛峰 互相笑了笑 只能站起身来 走向了厨房 上官华主动说道 洛峰 今天我们喝点酒 洛峰暗笑 这是标配啊 老丈人酒量考验吗 没问题啊 洛峰点头 对于酒量 洛峰很好 至少一般人 喝不过洛峰 再加上有道具卡的存在 洛峰对面做的 就算是三斤半 也奈何不了洛峰 听着洛峰答应了 上官华 立马去厨房的柜台里 拿出来了一瓶 普通瓶子装的酒 别看这样的瓶子装的酒 没有瓶装酒大气 但是懂酒的人都知道 这才是好酒 在西南地区 散装酒的评价 一般都比瓶子酒来得高很多 上官华上桌后 直接给洛峰满上 洛峰初次见面 叔叔敬你一杯 说完之后 直接一口闷 洛峰心里暗暗吐槽 这个上官华 有点谦卑不醉强者的味道了 一般喝酒 一上来就这么猛的 基本上都是最先八菜的 反而那些慢慢喝的 都是好酒量 洛峰无奈笑了笑 然后端起酒杯 初次见面 我也敬你一杯 说完之后 洛峰也一口闷了 上官华开始意识到 事情没那么简单 因为洛峰喝下去后 面不改色 上官华反倒是立马进入到 有点微醺的状态 话就开始多了起来 刘杉杉有点尴尬 连忙转移话题 洛峰 今天好好尝尝菜 顺便点评一下 上官菲儿说道 这个鱼香猪肝 真的很不错 快尝尝 好的 洛峰加起来一块品尝 鱼香猪肝和鱼香肉丝有区别 主要是鱼香猪肝的腥味掩盖 需要注意一下 还有就是猪肝这样的东西 对火候掌握很重要 猪肝不能炒太老了 但是如果太生也不行 猪肝有点小问题 洛峰说道 但这不是阿姨的问题 家里用的天然气 火力上有点不足 如果是大的炭火 或者是气化炉 火力足够的情况下 那么就不会存在 猪肝不够嫩滑了 有一点棉的口感 洛峰虽然批评了 但是说话很有技巧 全都是火的问题 可不是阿姨的问题 洛峰补充道 等到私房菜馆开设后 阿姨需要更换火力大的气化炉 燃气炉也不是不行 但是还是要保证火力 很多菜系 需要的就是温度足够高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为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刘珊珊并没有心里不舒服 反而觉得 洛峰说的有道理 用手机用心地记录下来的这个细节 嗯嗯 到时候我会注意的 即便是这样的火力缺失 我也觉得 比王纪私房菜馆那边的好吃很多 哪怕是188定价 完全没有问题 洛峰说道 若是再进一步 把火力的问题补全 我觉得 再加上100元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洛峰又品尝了泡椒善断 麻辣鸡 水煮鱼 重点是水煮鱼 刘珊珊的烹饪手法很不错 这个水煮鱼也给好评 但是提个小意见 私房菜馆里的水煮鱼 我建议 只放鱼片和鱼头 鱼排和鱼腹都不要 洛峰说道 刘珊珊道 那可以 把不要的鱼排和鱼腹 做成油炸的 椒盐味道口感的炸鱼 阿姨会吗 洛峰询问 当然会 刘珊珊说道 那开业之前 我组织一下试菜 到时候 阿姨再做做 洛峰说道 好的 刘珊珊点头 上官华开始接话 洛峰 来 我们再喝一杯 这个上官华 明显有点喝醉了 洛峰也没有拒绝 二两的杯子再次倒满 结果一杯喝下去 上官华 真的喝醉了 他话又多了起来 兄弟 我跟你说 现在已经换了称呼 洛峰已经是两个大美妞的老辈子了 洛峰有点尴尬 爸 上官菲儿哼声起来 瞪了一眼老爸 上官水也哼哼说道 爸爸 你喝醉了 我没有 上官华反驳 然而 大多数情况下 只有喝醉的人 才会表示自己 没有喝醉 兄弟 你是魔都那边的人 叔叔 我是的 洛峰也不和对方纠结称呼的问题 和一个喝醉的人纠结这些 你怕是自讨苦吃 反正应付就完事了 魔都好啊 那地方经济很发达 我去过那边 当初还有一段情缘呢 洛峰立马打断 可嗨嗨 叔叔 我们喝酒吃菜 洛峰说道 这个岳父 真的无语啊 没看见刘珊珊脸色都变了 上官菲儿 倒是一脸的幸灾乐祸 妈 等老爸清醒了 我觉得这事情 还得好好问问 上官水儿负义 的确应该问问 上官华很显然没有意识到 自己说漏嘴了 嘶嘶嘶嘶地询问 兄弟 你是婶儿的男朋友 还是菲儿的男朋友啊 呃 落风无语啊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呢 兄弟 你是不是认不住来 他们谁是谁啊 上官华追问道 我也不太认得出来 两个人太像了 上官华感叹 兄弟 要不然 你吃亏点 两个一起追了 上官华提议道 卧槽 果然是好兄弟 这绝必是好兄弟啊 落风表示自己愿意吃亏 吃亏有什么不好啊 吃亏果然是福啊 如此 两个大美妞 一个管上 一个管下 真的起飞 老爸 上官水儿交称 上官芬儿也提醒道 老爸 你在胡说什么呢 刘姗姗拉了一下上官华 上官 你喝醉了 我没有喝醉 上官华坚定地说道 落风在一边很尴尬 阿姨 我明天要上课 今天就不喝酒了 我先喊一个代价 刘姗姗无奈地说道 不好意思 让你看笑话了 你叔叔酒量不好 其实上官华酒量很不错 只是遇见了落风 想要来点猛的 结果太猛了 自己就着了 其实喝慢点 对方应该还能喝的 我其实也对了 我先去沙发上坐坐 落风走向了沙发 上官水儿 贴心地去自己的卧室 找来了一个毛毯 给落风披上 实际上 落风根本没有喝醉 十几分钟后 落风叫得代价抵达 居然是一个女代价 落风又想起来 林小云叫了一个 女代价的事情 对方总收费两万多 其中 代价费才六十八元 水儿 代价来了 我们走了 落风说道 上官水儿点头 嗯嗯 我们走吧 上官菲儿打招呼道 妈妈 我们走了 奶奶 你注意身体 奶奶点头 嗯嗯 你们注意安全 刘姗姗说道 我就不送你们了 路上让代价慢点 落风也喝酒了 开快了 不舒服 嗯嗯 好的 我会提醒大家的 上官菲儿明面上点头 可心里却吐槽 妈妈对落风太好了吧 关心很细节 三个人很快出门 落风恢复了清醒 在下楼的时候 落风压低声音道 刚刚你们爸爸说过了 让我吃亏一点的事情 你们两个怎么看呢 哼 上官菲儿娇嗔 上官水儿轻横 你真的吃亏了 难道不吃亏吗 落风一本正经地说道 比如昨天 要买双份的雪茶 两个包包 落风表示 不是一般人 还真的很吃亏 但是吃亏的同时 双倍快了 一个管上 一个管下 黑丝和白丝 好像算起来 也很值得 但是值得和不值得 并不是看表面的 深究的 还是要看南方实力好吧 有钱人觉得 仅仅是打赏十几万 就弄了一个主播玩玩 但没有钱的人觉得 卧槽 有那钱 都可以去找几个 三千一次的高跟黑丝了 三个人来到停车位 这个女代驾 还有点漂亮的节奏 但是当她看见 落风身边的上官水 和上官菲儿的时候 这个女代驾 还有一点遗憾的感觉 落风取出车钥匙递给对方 对方故意和落风的手碰触 但落风无视了对方 对方颜值还可以 但是唇洁太差了 因为有代驾开车 落风就坐在了后排 而且是中间 上官水和上官菲儿 一左一右 都在落风身边 然后被落风 左拥右抱搂在怀里 两姐妹都很有默契 没有挣扎 女代驾看到这样的情况 知道自己没有了机会 这样的大佬 岂能看得上她 求月票 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 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虽然左拥右抱 但是落风的手没有放肆 毕竟还有女代架在前面 可不是自己公司的人 而且也不是小妖精那种 已经霍霍过的 先送你们回去学校 落风询问 上官水和上官菲儿 一口同声地说道 先送你回去吧 于是目的地 就变成了 署城经济大学 在路上的时候 上官菲儿 凑在落风耳边说道 大佬 这个女代驾有点不对劲啊 她说话的时候 暖暖的气流 让落风的耳朵 有一点酥麻的感觉 落风侧头 对着上官菲儿耳边 轻声说道 这个女代驾 的确有问题 现在的代驾公司 一般豪车 都会安排这样的 花里胡哨的事情过来 专门针对的 就是豪车车主 说到这里的时候 落风居然大胆地 轻轻咬了上官菲儿 那金银剔透的小耳朵 让上官菲儿一击零 并且脸色通红了起来 落风又转身 给上官菲儿 说了同样的事情 并且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两姐妹分别都被轻薄 此刻脸红着 依偎在落风怀里 女代驾看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内心也是有点荡漾的 但只能在心里说 有钱人 真的就能为所欲为啊 抱歉 还真能为所欲为 等女代驾 把三个人送到停车场的时候 落风示意对方 把车钥匙 放在车的中控台上 然后示意对方离开 女代驾有点不甘心 但还是离开了 毕竟好不容易 公司安排了一个 兰博基尼车主的代驾 结果 什么也没有发生 自己身材不好吗 颜值不高吗 89分的颜值 95分的身材好不好 自己技术还一流 他能保证 肯定比两个青色的上官水 和上官芬 给落风体验还好 为什么就没有机会呢 看他那不甘愿的样子 这个女代驾果然有问题 上官芬 看着女代驾离开 他再次肯定地说道 落风笑眯眯地说道 我有一个朋友 在京城酒吧喝酒后 叫了代驾 最后花了两万多 这么贵 上官芬惊讶 上官水反应了过来 难道是刚刚那种代驾 落风笑道 当然 那种女代驾 你可不敢去副驾驶 不然的话 一边驾驶车 还能抓错牌挡杆那种 现在一些代驾公司 因为竞争大了 就衍生出来了这样的产业 专门针对的 就是豪车 毕竟都喝酒了 荷尔蒙这东西 你们懂的 落风坏笑了起来 而且开豪车的车主 大多数都很有钱 这样的事情发生后 他们要的价钱 往往车主都是能接受的 落风说道 哼 上官芬秦亨 上官芬也轻横 你们男人的世界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很正常 落风说道 这个世界 能有什么不可能的 落风再次把两个人 搂在怀里腻挽 不过在另外一边的国金中心 唐德成忙完了第一个阶段 他联系了自己当初的同学 想要邀请他们加入团队 不过首先要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况 从而试探对方的意愿 经过一番试探 唐老师基本有数 马上差不多九点钟 他打算离开会议室 唐老师 一起吃个宵夜 陈平邀请道 不好意思 我家爱人打了几个电话了 家里给我留了饭菜 要不下次吧 唐老师说道 那下次带上您爱人一起 我请客 陈平笑着说道 嗯嗯 好 唐德成点头 对了 车位已经安排好了 富二层的A21车位 以后就是唐老师的专属车位了 陈平说道 谢谢陈总 不客气 电梯当中 唐德成有一种宛如做梦的感觉 他原本只是经济学院一个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导师 因为性格孤僻 就选择在署城教书 谁知道被洛峰拉到了公司 按照洛峰的计划 他会针对百岳对面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的针对 唐德成还真的不太可能做出来 什么有效的计划 但是丰顺投资 愿意承担一些损失 那就没问题了 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一般不会太困难 来到富二楼 唐德成看到了公司的福利 奥迪A6L汽车 如同他猜测的一样 不可能是奥迪A3 还有奥迪A1这样的坑人东西 起码是A6级别的 这是普通中年人的梦想啊 毕竟有一句话叫做 普通人的天花板 也就是40万左右的BBA了 唉 唐德成看到汽车 忍不住的叹气 自己果然顶不住腐蚀 唐德成没有多想 驾驶汽车离开 他的驾驶技术不错 很快就抵达了 署城经济大学 在保卫处的时候 保安人员开始给唐德成打招呼 唐老师提新车了呀 唐老师有点孤僻 没有详细解释的意思 只是不得罪人的笑了笑 保安也知道对方的性格 提醒到 唐老师上牌之后 记得登记一下 以后就可以自动识别车牌了 好的 唐德成点头 唐德成很快驾车 来到了教师职工家属楼下 把崭新的汽车停好 他刚刚停好车 就遇见了一个秃顶的同事 对方叫做程老师 老唐 买车了 还是奥迪A6 高配的呀 诚老师惊讶地说了起来 奥迪车型很好区别高低中配置 以奥迪A6来说 40TFSI就是低配 45就是中配 这两个四开头的 都是2.0的发动机 唐老师的车是55TFSI 代表的就是3.0T发动机 唐德成微微点头 没有去解释 诚老师 我还没有吃饭 家里留着饭的呢 先上楼了 好 改天一起喝茶 陈老师说道 唐德成点头 他懂对方喝茶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起探讨赚钱的方法 毕竟看到了新的汽车 找你喝茶 不就是询问这些事情 成年人的世界 那都是无事不登三宝的 唐德成回到家里后 妻子牛燕就开口说道 我先给你热饭 辛苦了 唐德成笑着说道 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坐着 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 当唐德成在吃饭的时候 牛燕突然说道 老唐 你买车了 你怎么知道 牛燕晃了晃手机 教师群里 有人说的 你买了高配的奥迪A6L 落地起码要五十万 你哪里来的钱啊 唐德成简单解释了起来 表示接了私活 最近一段时间 需要天天加班 牛燕有点失望 原来是公司的配车吗 唐德成看到妻子的失望 淡定地说道 现在只是配车 以后会自己买的 以前让你受苦了看 我会努力的 牛燕露出了笑容 老唐 唐德成只是点了下头 洛峰这边 晚上的九点钟 洛峰满足地 拉着上官水 和上官飞下车 请别误会 满足仅仅是今天见老丈人 还是挺圆满的 并不是车上发生了什么 车上仅仅是单纯的 左拥右抱 在夜幕的掩盖下 洛峰大胆地 拉着两个人的小嫩手 一左一右地 朝着大学走去 实际上 师范大学和经济大学 很多人都知道 洛峰和两个大美妞的 关系很不一般 但是经过最初的惊叹之后 好像并没有发现 实质性的东西 久居蓝室 不闻其香 大家也就失去了 八卦的兴趣 洛峰把两个大美妞 送到大学后 他自然返回了 自己的学校 继续查看 风顺投资公司 反馈的消息 橡胶大作战的情况 越来越明朗了 表面上是泡菜那边受害 幕后黑手是 风顺投资或者樱花 实际上 风顺投资和樱花 都在指责对方 谁也没有承认 但是两个幕后黑手 都很默契地 在捞好处 洛峰从期货市场捞好处 樱花则是采购了 很优惠的天然橡胶 现在的百月对面很惨 明明针对的 好像是泡菜 但是 为什么他们会受伤 洛峰看到百月对面 开始召唤全球贸易组织 直接笑出声 风哥 怎么了 李虎好气询问 正在看百月对面的热闹呢 洛峰说道 你们在公司 把他们狗脑子都打出来了 李虎说道 不是我们 洛峰摇头说道 樱花才是幕后黑手好不好 只是他们想要 把锅丢给我们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一次橡胶大作战当中 樱花趁机收购了 很多的低价橡胶 他们获得了很大的好处 洛峰自然不会给室友说出来自己的事情 不是不信任 而是没必要 李虎说道 我们学校当中 好多人都认为 你们家才是幕后黑手 这次真的不是 我们和樱花 应该是心照不宣了 他们捞好处 我们在期货市场也捞好处 所以他们疯狂黑我们 洛峰说道 我在期货市场 也捞了一点点 李虎笑道 哦 多少 洛峰询问 大概三万块钱 我一看你们打起来 我就知道 橡胶的市场要上涨了 李虎说道 张翁苦恼地说道 我反应太慢了 在洛峰和室友们吹牛聊天的时候 西班牙王室那边 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个王室 各位是全球最穷王室之一 就算是国王 年薪也不过24万欧元 而这一份礼物 自然是华为石墨烯版本手机 这款手机 目前在全世界来说 都是无比珍贵的 在这边 时间仅仅是下午6点多 莱昂诺尔已经放学回家 看到洛峰送过来的礼物 他非常激动 虽然他没有上网看新闻 但是下面的人 已经给他说明了 石墨烯手机的珍贵 莱昂诺尔 你只能玩15分钟 而且不能连接互联网 知道了 王后严格地说明着限制 4月1号 今天是愚人节 洛峰一大早上 就收到了很多信息 除开了那些导弹的信息 最为奇葩的就是一些拜金女神 发过来的信息 基本上都是 我有了你的孩子之类的 洛峰笑了 这些拜金女神 洛峰只是偶尔吃了几个干净的 其余的 可都是没有碰过的 就算那些干净的 洛峰也物理规避和化学规避了的 怎么可能有 开什么国际玩笑 果然是愚人节 就不讲道理 不讲逻辑是吧 骗人都不会 洛峰洗漱完毕 来到了新食堂 白鹿在这里早早等待了起来 中午的时候 洛峰正在学校校长办公室 和对方处理一些特定补助的事情 不过就在洛峰刚商量完毕的时候 系统来了提示 叮 宿主指定补助计划 获得了好人卡一张 好人卡 洛峰有点猛逼 这难道是什么好东西吗 发好人卡 不是舔狗才被女神发的 洛峰是舔狗吗 好人卡 可以选择任意两个对象 从而获得你是一个好人的效果 比如 选择对象 一为主动对象 选择对象二 为被动对象 在道具卡的效果下 对象一会给对象二说 你是一个好人 从而终止双方的暧昧关系 提示 如果对象一心智坚定 性格坚毅 那么好人卡无效 这是一个什么奖励啊 洛峰思考了起来 这道具卡 可以用来干嘛 这个东西 应该是一个拆散情侣的 不是发女朋友的 不是坑人奖励吗 算了 以后看不惯谁 就给对方弄一张好人卡 洛峰突然想到 如果把自己设定为对象二 把苏雅设定为对象一 那么 苏雅的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洛峰立马开始尝试起来 他激活了好人卡 不足一分钟的时间 洛峰的手机 就来了来电显示 很显然 是好人卡开始出现效果了 洛峰露出了一抹笑意 他微笑着 把手机滑开 然后开始接听对方的电话 一切尽在洛峰的掌握当中 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有月票的 都可以发我来一下 谢谢了贵求大佬们 大家的推荐票 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 就可以投给作者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你们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